男神自爆卖过色情杂志,我现在羞愧得好想死。 艾米汉莫出身时由大亨之家,是名副其实的高富帅。 图传引互动,2018402。 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九头身男神艾米汉莫,是名副其实的高富帅,出身于石油大亨之家, 长相英俊挺拔男演贵气,但他以前竟曾经靠反卖色情杂志,赚取暴力。 在美国脱口秀节目中,艾米汉莫坦言自己曾在国中时动了歪脑筋, 在学校偷偷向男同学贩售,花花公子,色情杂志,甚至还出过杂志,乳液的优惠组合包,但说出口的当下,艾米仍忍不住脸颊爆红说,我现在羞愧得好想死。 虽然祖父和父亲都是世界顶尖的商人和慈善家,但艾米身为金孙并没有选择轻松继承家业, 在伴离家出走后断断续续失业六年,才决心重启小时候的表演梦, 从花边教主小配角一路到绅士命令,以你的名字呼唤我,现在更与影帝杰弗瑞洛学在季末大师同台标戏, 近身新一代男神让观众见证他的演技。 艾米汉莫再次与季末大师饰演男同志角色。 图传影互动,二千零一十八万零四百零二。 艾米在真人真事改编电影《寂寞大师》饰演知名评论家, 与雕刻大师贾克梅蒂的死地毕卡索也非常要好, 甚至与毕卡索的某私情付出双入队,外人一度怀疑他们的关系。 其实詹姆斯在当时的保守风气之下,不得不隐藏其同志倾向, 就连在片中向情人宝贝时都十分暧昧, 让人猜不出他在跟谁讲电话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立牛四百零一。